来看到美国又对新疆的议题开刀了 就算刚刚才落幕的G7外长联合声明当中 就提到新疆的时候 绝口不提种族灭绝 代表G7其他的成员国 根本不想跟美国一起起舞 但是美国还是不放过新疆的议题 G7打点之外现在还来了 美国国务院12号公布了 2020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重申新疆地区发生了什么 种族灭绝又来了 发生了种族灭绝 国务院宗教的自由办公室资深官员叫纳达尔 他说大陆政府亲力将整个新疆地区打造成 哇好严重 露天的监狱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也说 大陆持续对穆斯林还有宗教少数的族群 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跟种族灭绝罪 纳达尔则是认为 美国不会对北京的人权记录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 不只是新疆还有西藏啊 跟香港 但是你认为呢 美国炒作新疆是真的关心人权吗 还是有政治上的算计吗 认为真的是关心人权的加一 有政治目的的加二 你认为呢 美国炒作新疆是真的关心人权 还是政治目的呢 关心人权的加一 政治目的的加二 我们来子评聊聊 来看到是除此之外呢 美国主导之下美东时间12号 透过了联合国针对新疆进行的视讯会议 英国 德国跟美国三个国家将矛头对准了大陆 他们呼吁呢大陆停止对维吾尔族的少数族裔的压制 还说啊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人权迫害的问题 但对此呢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遵营 点名这三个国家的人权史 第一个美国 美国的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系统性的种族清洗 跟大屠杀 英国在数百年前的殖民期间 对世界上各地犯下无数的屠杀罪行 在南非呢世界第一个呢集中营 就打下了大英帝国可耻的烙印啊 再来看到的是德国 德国殖民军啊上市寄出呢 在非洲纳米尼亚杀害了十万以上的土著名 还有呢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称为 二十世纪第一场的种族屠杀 大家也忘了吗 二战期间德国对六百多万犹太人实施大屠杀 德国你对人权关心在哪里呢 另外来看到的是大陆啊 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 他其实也有一些痛批 他是反批呢 这场会议充斥着谎言跟虚假的资讯 是美国等少数的国家 又一次拙劣的演出 进一步曝露了他们以江志华 搞乱中国的政治谋徒 那来看到政治图谋 还说呢美国这些会议的合办方啊 根本就不关心新疆的人权状况 像是什么 1990年到2016年的时候 新疆发生的数起的恐攻啊 或者是爆炸的相关的事件啊 造成了数百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嘛 那个时候呢 美国等少数的国家 对新疆人权是漠不关心的 对恐怖分子呢 滥杀无辜 也是坐视不理 到现在新疆四年多 没有再发生爆恐的事件不是吗 社会比较安定 而且呢安居乐业 这些国家反过来说 新疆人权状况恶化了 又是何等的荒谬呢 他还特别说 新疆现在呢是300多万人 是脱贫的 而且呢完全脱贫 面对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我们来看到 那个新疆人口 哇2500多万人 跟台湾差不多 比台湾还要多了 那确诊累计数呢 980例 比台湾还要少啊 治愈了977例 死亡是3例 而美国的病死 近多少 近60万例啊 英国的病死 也超过了12万 那德国病死 也超过了8万 没有人的生命权 跟发展权 你怎么去谈人权呢 这些国家又有什么资格 批评新疆的人权状况呢 他还强调说 种族灭绝 是公认的严重的国际罪行 任何国家 组织跟个人呢 都没有资格来评论 这个过去40多年来 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 尤其是在他们的人口 是上升的 从555万呢 是上升到了1280万人 所以哪来的种族灭绝呢 新疆棉花的机器的机械采摘率 已经达到70%了 所以呢 怎么会有强迫劳动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谁讲的比较有道理 炒作新疆啊 其实是不是也是攸关 美国庞大的商业利益呢 尤其来看到中美的角力战 会从新疆棉事件 延烧到太阳能产业吗 只是呢 拜登如果要发展减碳的话 就必须要大量的设置太阳能板 势必呢 就会用到新疆的太阳能板 也因此呢 来看到拜登政府 多次拿新疆做文章 禁止了新疆棉 跟新疆的番茄 但是呢 迟迟不进 新疆的太阳能板 就被认为是人权的双标 那你这次要进还是不进 还是有点尴尬呢 果然我们来看到 在拜登是怎样 骑虎南下之下 美国的太阳能产业协会 抓紧机会啊 他赶快来施压 要跟拜登施压 逼他呢 制裁新疆的太阳能板 这样呢 美国的太阳能产业 就能够赚到更多钱吗 我们来看到就是 美国的太阳能产业协会 那上周呢 有发布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说呢 要协助美国的太阳能产业 避开强迫新疆劳动争议的 大陆太阳能产业跟企业 以免呢 日后美国遭到了相关的禁令 结果全球消费者 也会抵制美国的商品 但是呢 如果真的避开了 新疆太阳能的太阳能板 恐怕会不利于 美中之间的合作 像对抗气候变迁呢 而且呢 要抢太阳能的商机吗 美国各个单位 都把矛头指向了 来看到的是太阳能产业 尤其是太阳能板 在新疆呢 是具有世界领导地位的 我们来看到 就是美国的咨询顾问公司 叫地平线咨询 他其实呢 也有说了一个报告 他去年的时候 就有显示说 大陆有一些太阳能企业 涉及强迫劳动 这些公司包括新疆 四大多精细的制造商 例如呢 第一个 像是呢 我们看到 保力协心能源 另外还有包括 东方希望集团 以及来看到第三个 是新特能源 以及第四个 新科能源 这四个都被点名了 另外呢 还有美国的参议院 八位的共和党议员呢 三月底就提爱 要求啊 这个政府 联邦政府啊 要采购太阳能的时候呢 要避开 大陆制的太阳能板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各方的角力呢 都在跟拜登来施压 不要用新疆的太阳能板 但是 禁止新疆太阳能的产业 将会对美国的太阳能产业 产生更大的冲击吗 毕竟啊 大陆在太阳能的 全球供应链当中 占了主导地位 像是呢 制造太阳能板的 重要材料 多精细 大陆呢 在全球的多精细的 市占率非常非常的高啊 高达了百分之八十二 其中新疆的多精细的产能呢 在大陆的总产能占比 更高达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三 美国呢 各方压力啊 要施压 想要抢新疆的太阳能的这个版图 所以呢 让拜登呢 也有点尴尬 如果你不抵制新疆的太阳能的话 你恐怕就是人权双标 如果你抵制的话 就会冲击他的减碳计划 因为他有减碳计划的 拜登说啊 要那个有一些什么 2030前减碳达百分之五十嘛 2035年前要零排放嘛 所以他恐怕会冲击了 尤其呢 你那个禁止新疆的太阳能产品化 会造成呢太阳能的产业的这个成本 会上升的 因为新疆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你用它的话 成本是比较低的 那所以呢 你可能会让拜登的这些 减碳计划都会受到了影响 尤其来看到是纽约时报说 美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呢 还有呢 产业工会的联合会 呼吁啊 拜登政府要禁止新疆的太阳能产品 另外呢 美国之音 他有特别报道 他是用了一个专家 他是引述智库战略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 叫做赖恩施 他说呢 拜登总统呢 他其实很在乎人权的问题 他不认为呢 他的立场会改变 但结果就是 太阳能产品会变得更贵 因为可能不会用到大陆的太阳能板吗 也会延缓呢 大陆太阳能的普及的速度 继而呢 和他的支持 再生能源的政策可能会有些冲突 只是啊 一传出美国有意思要制裁新疆太阳能板当中 所以相关的中气啊 可能会秉除在供应链之外 13号的相关类股呢 也有一些反弹 就是呢 比较下挫的 港股呢 信义光能一度跌了超过3% 那来看到是弗莱特玻璃也跌了4% 因为外界认为呢 禁止大陆的太阳能产业 将会对美国造成一定冲击 当前呢 大陆太阳能产品在全球供应链有主导的地位 细部的细项当中啊 还可能过半 就是他的占比是过半的 可能会大幅影响美国厂商的成本 所以呢 来看到不只是如此啊 美国为了扣新疆人权问题 现在呢 就连苹果都被脱下水了 但是苹果的说法 是很打脸相关的指控 我们来看到网媒啊 信息一报 他其实有报道 指控的期间呢 跟苹果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 涉及支持新疆强迫劳动的计划 但是苹果公司否认相关的报道 被揭发的七个苹果供应商当中 有六个 有呢 是参与中国大陆在新疆劳动力的计划 那他们还指控说 这些劳动计划呢 是用工作计划来做演示的 针对穆斯林的少数的民族 那特别呢 是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族 比如说呢参加者多数要怎样 被转离到比较工作比较远的地方 要远离家乡 那另外呢 还说你拒绝加入工作计划的话 你可能会被判入狱 哇有这么严重吗 报道还说啊 这七个供应商主要是像苹果公司呢 提供了什么 提供了天线啊 电缆啊 或涂层的服务 那甚至呢还看到 就是说点名这些的一个状况 你们都有使用新疆的劳动力 有问题的这些产品 不过重点来了 苹果他有强调说 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做法 没有强迫劳动的证据 他说 没有发现 在我们经营的任何地方 有强迫劳动的一个证据 也强调说会评估呢 每一个产品的每一个生产环节 是否牵扯到了强迫劳动 还会呢竭尽所能的保护功能 确保他们呢 有得到尊严跟尊重的对待 那这个说法 其实就是打脸了美国的媒体 对于新疆劳动的一个指控 而且呢除了苹果公司之外 整个美国科技的产业当中 都依赖中国供应商 而且呢报道还提供了说 有其他的供应商 其实也有涉及这样的问题 像是微软啊 还有那个亚马逊啊 以及呢谷歌跟脸书 都有拿到这些相关的 可能是用到新疆劳动力 被迫害的这些人的产品 但重点来了 亚马逊跟脸书 他也特别说 他其实不会跟 强迫劳动的供应商来合作的 他也是驳斥了 美国媒体的报道 联合国新疆视讯会议登场 美国英国德国代表 炮火一致对向中国大陆 再次呼吁大陆 停止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族裔的压制 尽管美国在日前G7峰会 和其他七大工业国发表联合声明 没有提到新疆种族灭绝字眼 但美国一逮到机会 立刻拉拢盟友 再度谴责北京迫害维族人 线上视讯会议 面对各国轮番指控 北京也立刻反向 大陆驻联合国代表反枪这场视讯会议 充满谎言和假资讯 是美国等国家进行已将制华 搞乱大陆的政治图谋 市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而在这场视讯会议上头 英美德等数十国除了敦促北京 停止镇压维吾尔族人 也呼吁让联合国的人权专员 不受限地访问新疆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发表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再度指控北京当局在新疆 种族灭绝 甚至有名资深的国务院官员说 新疆就像是露天监狱 尽管美国猛攻新疆人权议题 痛批北京 但是拜登政府也不敢对 全面禁用大陆制太阳能班表态 It'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e United States winning the 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f we cannot lead the renewable energy revolution Right now, we're falling behind China is the large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solar panels, wind turbines,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It holds nearly a third of the world's renewable energy patents 八名参议院共和党议员三月底提案 要求禁止政府采购大陆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 但碍于大陆是全球最大太阳能板出口国 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主导地位 一旦全面禁用 恐怕产业链锻炼 而其实美国科技业极度依赖大陆供应商 有网络媒体报道 和亚马逊苹果脸书合作的七家供应商 涉嫌新疆强迫劳动 不过苹果和亚马逊及脸书都否认这项指控 也反映美国尽管高喊要保护新疆人权 但在科技产业链却无法完全切割的总经 就是专门综合报道